現在來介紹常用的開放和弦 很多人會誤以為這些和弦是給觸覺者使用的和弦 其實非但不是這樣 我反而覺得一開始讓觸覺者學這些和弦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太常被問到了 針對這些和弦的案法做個一次性的介紹 第一個會介紹的是C和弦 就像影片中我的現在示範的按法 C和弦按法其實很多 但通常這個C和弦是大家所學會的第一個和弦 它的根音是第五弦的第三格 我用無名指來按 中指按在第四弦的第二格 食指按在第二弦的第一格 在按的時候你要注意到食指的指腹可能會悶到你的第一弦 所以你要去稍微微調一下食指的角度 這樣子可能平一點或直一點 你要去摸索一下 這個和弦的根音是第五弦的第三格 我要彈囉 另外食指所按的這個音 第二弦的第一格其實也是根音 它是高八度的根音 這個和弦的按法六條弦都可以彈 都是和弦的組成音 下一個和弦是C Major 7 以C和弦這個按法為基礎 把食指拿開就可以了 很多人會以為這樣子你是少一個音 其實不是的 這樣拿起來之後 你整個和弦反而多了一個音 多了ABC的B這個音 所以C和弦加上B這個音 就是C Major 7 跟音一樣是無名指按的這個位置 只要C開頭的和弦跟音都是C 你會發現C Major 7這個和弦跟C聽起來很不一樣 我只差一個音 聽起來有一種輕飄飄的感覺 再來是C7 一樣以C這個和弦為基礎再去做變化 現在我小指在C7這個基礎上 小指再按在第三弦的第三格 跟音一樣是在無名指按的這個位置 再來是一個常見的和弦叫做C9 C9這個和弦其實是C7再加上九度音 那個所謂的九度音就是從C算起來的九度音 音程我還沒有仔細的介紹 但是先簡單說明一下就好了 C的八度音就是C 那它的九度音就是D這個音 就是我現在無名指按的這個位置 但等一下我不會用無名指按 這個音是第二弦的第三格 這個音是D 所以說C7這個和弦再加上D這個音 就會變成C9 但怎麼按呢?看起來有點困難 等一下我會放棄我的食指按的這個位置 因為我的右手食指所指的這個位置按下去的話 左手食指這個音就等於沒有意義了 就不用按了 但我怎麼樣按這個右手指尖指的這個位置呢? 我要改變一下我手指的安排 我要用中指來按根音 食指來按它的大三度 無名指按那個小七度 小指按這個九度音 變成這樣子 另外我要說明的是 開放和弦的C開頭的大部分的和弦 第一弦的第三格這個音都是可以按的 所以像原本的C和弦 你可以以小指夾在第一弦的第三格 聽起來聲音有點不一樣 我們會說這是同一個和弦 有不同的voicing voicing就是和弦的聲音的表現方式不一樣 另一種C和弦的按法 所以Cmaj7你也可以這樣按 C7就不太容易了 因為要多一個手指在這邊 現在我沒有多一隻手指頭可以按那個位置 但是C9我就可以這樣按 我用我的無名指 壓住第一二三弦的第三格 當然不只這些按法 還有很多的變化可以做 那我們今天就講常用的按法就可以了 補充一下 Cm系列的這種開放和弦按法 不多 會有一種以後我講到的 叫做以chord tone為主 就是三度音七度音為主的 有些學生跟我上課應該很知道 這樣子的和弦 是我很常用的 但在這裡 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 在這個開放的系統裡面 Zm系列幾乎沒什麼和弦可以彈 可用的不多 再來是D開頭的 一開始常學到的和弦有Dm 現在我按的這個按法 十指在第一弦的第一格 中指在第三弦第二格 小指在第二弦第三格 有些吉他手可能會使用這樣的按法 用無名指來按第二弦第三格 這樣也是可以的 兩種方法我都會用 那我喜歡用小指按的原因是 有時候我可以用我的無名指來按其他的音 例如這樣子 先不管這個 先聽一下Dm這個和弦的聲音 根音在第四弦的開放弦 就是我現在手指頭沒有按的那根弦 但是可以彈它是根音 還蠻重要的 那你要注意 第五弦的開放弦 這個音是A 也是Dm的組成音 這個音也可以彈 但是第六弦的開放弦是E ABCDE的E 這個音是不要彈的 因為它彈下去的話 它不屬於Dm的組成音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我要刷弦的話 我的拇指會輕輕的在吉他的旁邊 用我的指腹去悶住D6弦 你會聽到這個聲音已經被悶掉了 這樣刷弦的話 就不會出現一個不想要的聲音 但大部分時候在彈的時候 以分解和弦來說 我的拇指 右手第一個音會彈的是 第四弦的開放弦跟音 再來是Dm7 Dm7是用食指壓住第一弦跟第二弦的第一格 這個平平的壓的動作常常會讓人覺得有點困難 你可以參考我另一支影片 就是這個F和弦如果不好按怎麼辦 它這個解決方式是很類似的 再來是中指按在第三弦的第二格 跟音一樣是第四弦的開放弦 那你要注意第六弦一樣是不要去彈它 第五弦開放弦也是可以彈的 來囉先聽聽看這個Dm7的聲音 在C大調的歌裡面 Dm7常常跟F可以互相取代 但是別的調就不一定了 要注意這一點 再來我們說一下D和弦好了 D和弦這個和弦也蠻常用的 我用食指按住第三弦的第二格 中指按住第一弦的第二格 無名指按第二弦的第三格 跟音是第四弦的開放弦 第五弦的開放弦也可以彈 也是組成音之一 這個和弦聽起來是這樣的 介紹另外一個它的延伸 就是D-on-F 你會在譜上面看到的是D是分子 然後有一個斜線 底下的分母是F 這個彈法就是用拇指勾住D6弦的第二格 其實這是D和弦的變化 嚴格來說你也可以說它是D和弦的轉位 什麼是轉位以後會仔細的說明 介紹了D之後 現在來介紹D7 D7的按法是這樣 中指按在第三弦的第二格 無名指按第一弦的第二格 食指按在第二弦的第一格 跟音一樣是第四弦的開放弦 我們來聽聽看它的聲音 一樣會有一個D7 昂聲F 一個常見的轉位的彈法 聽一下這個聲音 那你要注意 無論是D和弦 或者是D7這兩個和弦 再來一個和弦是Dmaj7 我用拇指按住123弦的第二格 當然你硬要用中指無名指都可以 那有的時候我會用拇指中指無名指 各按一條弦 這樣也是可以的 Maj7 但是它的開頭是D嘛 Dmaj7 所以跟音是同樣的音 一樣是第四弦的開放弦 聽一下它聲音 那當然這個和弦一樣 第六弦的開放弦 要避免彈到 那也會有轉位 但是它轉位變化比較多 我們暫時先不討論這個 再來講E開頭的和弦 我們先說Emi Emi這個和弦蠻常用的 現在我示範的是比較建議的按法 我用中指按在第五弦的第二格 無名指按在第四弦的第二格 有的時候初學的朋友可能會比較習慣這樣按 但我還是比較建議這樣按 但說實在的 這聲音聽起來是差不多啦 我會建議這樣按的原因是因為 後續你做一些和弦的變化 手指會比較靈活一點 那這個和弦按的時候 它的根音是在第六弦的開放弦 聽一下它的聲音 它的變化型蠻多的 小指可以按在第一弦的第三格 這一樣是Em和弦 再來是一個常見的和弦 Em7 這個和弦蠻簡單 就是以Em為基礎 放開你的無名指就可以了 聽聽看它的聲音 跟音一樣是第六弦的開放弦 另外一個Em7的按法 小指按在第二弦的第三格 再來是Em7還有其他的變化 我可以保留這個D 高音的現在小指按的這個D 按原本Em 但是我現在改用十指跟中指來按 因為我的手比較小 這樣子就可以 也是Em7 這樣你應該會知道 無論如何 只要我在Em這個和弦裡面 加入了D這個音 它就成為一個Em7了 你在鋼琴上面彈 在任何樂器上面演奏 都是這樣的概念 那有人可能會問到 那我剛剛說的Em都可以加入 這個第一弦的第三格這個音 Em7可不可以咧 可以的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可以這樣彈 Em加入這個 無名指按的小七度 以及小指按的這個 是它的小三度 這是另外一個比較少見的Em7 但如果你想要為你的Em7 多增加一些音色上的變化 你可以考慮這樣按 或者是怎樣按 把中指拿起來 再來是E和弦 就是很像Emi 它把十指 多按一個十指在第三弦的第一格 跟音一樣是第六弦的開放弦 你可能會看到有一個和弦是E7 把你的小指按在第二弦的第三格 這樣就是E7 你也可以把你的小指拿起來 無名指也拿起來 這樣子會變成另外一個E7的聲音 至於E7或E這個和弦 能不能夠把小指加在第一弦的第三格呢 答案是不行 這個音加進去 它就不是E和弦的主乘音了 它是Emi的主乘音 但不是E和弦的主乘音 接下來我來說明 Emaj7 其實我不太喜歡在這裡按Emaj7 我喜歡用比較高把尾的按法 實際上你還是可以按出Emaj7的 就是用這種方法 十指按在第四弦的第一格 中指按第三弦第一格 無名指按第五弦的第二格 跟音是第六弦的開放弦 聽聽看 接下來介紹F 這個F和弦我在別的影片已經介紹過了 這裡就不多說了 那我要說的是Fmaj7 Fmaj7比較簡單 就是把十指立起來 只要按第二弦的第一格就可以了 然後第一弦不要悶到 保持開放 更音是在第四弦的第三格 聽聽看它的聲音 如果你想要一個比較低層的更音 你可以試著用拇指勾在第一六弦的第一格 但這樣按鈕的時候 十指可能會悶到第一弦 看每個人手的大小 不一定 如果不好按不用勉強 F跟Fmaj7這個和弦 在按的時候 第五弦的開放弦是可以彈的 這個音是A 所以F的組成音之一 再來講Fmaj7 用無名指按住更音 第四弦的第三格 然後用十指按住 一二三弦的第一格 更音就彈第四弦 聽聽看這個聲音 要注意這個按法 第六弦的開放弦是不彈的 第五弦的開放弦也是不彈的 彈下去就出糗了 這就不是Fmaj7了 再來一個和弦是F7 我們剛剛都是在前面一二三格做活動 如果你要在這裡按F7的話 你的小指要按在 第二弦的第四格 像我現在畫面上按的這樣 以F為基礎 小指再多按在 第二弦的第四格 更音是第四弦的第三格 聽聽看它的聲音 再來是G開頭的和弦 G和弦我會用無名指按 第六弦的第三格 中指按 第五弦的第二格 小指按第一弦的第三格 這是最常見的G和弦的按法 更音 第六弦 第三格 聽聽看它的聲音 另外 由於第二弦的第三格這個音 也是G和弦的主成音 有可能可以這樣按 我用小指按剛剛那個位置 第一弦第三格 無名指按第二弦第三格 中指按第六弦第三格 十指按第五弦第二格 聽聽看這個聲音 我蠻喜歡這個聲音的 我蠻喜歡這個聲音的 有一首歌叫Modern World 和弦長卷這樣按的 這裡不多說了 G和弦 再來是G7 無名指一樣按跟音 在第六弦第三格 中指按在第五弦的第二格 十指按在第一弦的第一格 這是一個G7 再來是Gmaj7 maj7的話你的 十指要改到第一弦的第二格 然後一樣中指在第五弦的第二格 無名指在第六弦的第三格 聽聽看這個聲音 畫面上十指有點被擋住了 但是其實是按在 有按住的 再來討論一下A這個和弦 A和弦 十指中指無名指都按在 同一格 分別十指按第四弦 中指按第三弦 無名指按第二弦 更音是 第五弦的開放弦 這個按法六條弦都可以彈 聽聽看它的聲音 如果是A7 小指要按在第一弦的第三格 或者是把中指放開 變成第三弦是開放弦 這也是A7 或者是中指放開 小指再按 這個第一弦的第三格 我比較習慣用中指 來按這個第二弦的第二格 好 這個是A7 再來是Amaj7 這樣子的 十指按在第三弦的第一格 中指在第四弦第二格 無名指在第二弦的第二格 跟音一樣是第五弦的開放弦 這個按法一樣 六條弦都可以彈 這是Amaj7 現在介紹Ami這個和弦 按法是 十指按在第二弦的第一格 中指按在第四弦的第二格 無名指按在第三弦的第二格 跟音在第五弦的開放弦 這個按法 六條弦都是可以彈的 初學的時候 有的人會把中指按在這個位置 然後無名指按在這邊 就是中指按到第三弦 無名指按到第四弦 這個按法我也不是很建議 我還是比較建議這樣子按 好接下來講Am7 你只要在Am這個按法的基礎上 把無名指拿起來 它就是簡易的Am7 聽聽看它的聲音 它的根音一樣是在第五弦的開放弦 另外還有另一種Am7的聲音 就是把小指按在第一弦的第三格 聽聽看 當然你也可以保持原本Am的按法 直接加入小指按在第一弦第三格 這幾種按法的聲音有些微的不一樣 可以去體會看看 再來一個和弦比較少用 是Am7 它的按法 有點像是 E的M7 去移動過來的 如果你平移一根弦的距離 到這邊 這就是 Am7 聽聽看它的聲音 有一種暈暈的感覺 再來是B開頭的和弦 B開頭的和弦 一開始初學都會學到Bm 都用封閉和弦來彈 Bm在很多時候可以用Bm7來代替 我會建議你用這個方式 就是十指按在第五弦的第二格 這是根音 中指按在第三弦第二格 小指或無名指 按在第二弦的第三格 這時候要注意 你只能彈中間的四條弦 也就是二三四五弦 第一弦跟第六弦不要彈 它不是組成音 聽聽看它的聲音 我會介紹這個按法的原因是因為 你有可能會遇到Bm 暫時用Bm7去代替一下 是過得去的啦 但是因為這個Bm這個和弦 對初學的人來說 是有點吃力 也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 再來 我們講一個和弦是B7 B7這個和弦 你可以用你的中指按更音 在第五弦的第二格 十指按在第四弦的第一格 無名指按在第三弦的第二格 小指按在第一弦的第二格 注意這時候 第六弦的開放弦是不能彈的 有的時候我會用拇指 靠在旁邊把第六弦悶住 更音是在第五弦的第二格 聽聽看它的聲音 因為這些和弦常常被問起 所以今天作為一個簡易的介紹 所以沒有說太多跟樂理相關的事情 以及這些和弦的延伸的按法 事實上每個和弦都有很多種不同的按法可以辦到 今天只是作為一個給初學者參考的一些示範 或許對各種和弦會做更深入的介紹 旁見的開放和弦就先介紹到這裡